每一道综艺节目在录制时,都会出现很多突发的不确定因素,而这考验的就是主持人的临场发挥反应能力。 近日,在萨贝宁的一道节目开讲廊上,有请到了我们的老习户李雪剑老师,再看到李雪剑老师的第一眼,就感觉这是一个丝毫没有架子,很朴实的一个老人,凭借着李雪剑老师精湛的演技和良好的口碑,他在娱乐圈可以算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了,但就是这样一位历经岁月磨研的老演员,虽然得到了很多行业内界的认可, 但仍然有部分人觉得李雪剑不应该拿到这么高的薪酬,在节目的一开始,李雪剑老师讲述了自己的演员生涯,要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,一个青年演员向李雪剑老师说,当初我来到北京的时候,我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吴京脚底下的一个词诗,第二年的时候,我终于如愿当上了男一号,您猜我演男一号拿多少钱? 我拿四千块钱,四千块钱啊,但像您这样德高望重有名气的演员,在片场只拍了四天时间,就拿走几十万的片酬,当我去跟出品人,纸片人理论的时候,他们说钱都被像您这样有名气的腕给拿走了。 这个演员在为自己感到愤愤不平,而李雪剑老师很实际的回答了他,小伙子接着问道,像处于咱们这种状态下的艺人,是应该多得到点名望吧? 成名对艺人重要吗? 李雪剑老师说,你要顾虑的看成名,没有任何著作,你还想成名? 那是痴人说梦,那是瞎掰,艺人这个工作,只要得到观众的认可,可以做到忘掉这个艺人。 记住这个戏,那你不成名演呐,发贝您今晚小伙子的义正言辞,在一旁看不下去了,说道,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很苦的事情,而你现在接受不了的事,就是别人演呐一号是天价片酬,而你演呐一号却只拿四千块,那是因为别人演呐一号是被邀请去的,而你是自己找去的,去了其他剧组还因为没有名气不要你。 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? 撒贝宁说,你口口声声说,当演员是自己的梦想,那你干嘛不为梦想付出努力,而总是抱怨别人片酬比你高? 说句不好听的,在一些三线明星眼里,你要是跟人家抱怨片酬问题,人家会给你这样说,你算什么东西,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你没名气,因为人家不认识你,你还是为你的演员梦想多多努力,别跟李雪剑老师谈片酬问题了,这个问题不适合你。 这个小伙子被撒贝宁说的哑口无言,其实就是这样,你越在乎的,越想得到的。 如果只是眼红看着别人得到,自己却没付出行动,没有看到别人背后的辛苦,那梦想永远都只是梦想。 李雪剑老师,作为一个当代勤勤恳恳的老艺术家,可以说是为我们大家献上了一步就一步的经典作品,无论是文品还是在演技方面,我相信李雪剑老师在演艺圈中,都是大家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榜样。 李雪剑老师,作为一个当代勤的老艺术家,是文品是文品还是文品的老艺术家,是文品是文品。